在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放缓之下 4月24日俗称香港高考的香港中确文凭室开考 整个考期持续约一个月 首日上午考试的科目是视觉艺术科 约有3360名考生在疫情下赶赴考场应考 为了防疫 香港考评局及教育局实施了一系列防疫安排 市场的考生需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及递交健康申报表 以及确保考场内考生座位之间距离不少于1米 最好达到1.8米等 记者到访了香港新界大普区的多所考点学校 所有考点入口处都设有体温监察站 同时门口的地垫上也有喷洒漂白水 疫情的不稳定性导致香港中学文凭室的考试日期一再延后 由于担心交通和防疫工作 很多考生都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考场等候 当考试于中午结束后 许多考生表示 本次考试和之前的考试很不一样 不仅要量体温 考场内座位间距离也较大 他们自己做足了防疫准备 有带消毒纸巾和消毒洗手液 虽然第一个考试不是核心科目 但都有少许担心疫情下聚集的问题 谈及未来一个月考期 会不会因为疫情而断考的问题 有考生表示有信心 疫情已经平缓 不会断考 也有考生表示的忧虑 我都会带一些消毒液 消毒纸巾 他刚刚给了一个消毒纸巾 进去之前要量体温 然后要用消毒酒精搓手液 其实我不是很担心的 因为大家都做足了防护臭屎 风险其实不是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停考的机率不是很大 跟我之间距离比较远了 但其实基本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变化 家里有准备多一个口罩 给我放在袋里面 还有大力一支消毒洗手液 还有濕纸巾 会很担心 记者发现在考场外 也有不少义工前来为考生加油打气 并且布置DSE加油站展台 赠送洗手液和抗疫消毒包 还让考生在鸡蛋模型上画笑脸 负责人表示 这能给疫情期间的考生增加考试信心